忘记iPad锁屏密码并不容易解决 您可能会多次尝试一些密码组合 经过数次尝试后 你的iPad会不允许您再尝试 就像这样显示被停用 那么 当您忘记您的iPad锁屏密码时 如何解锁呢 继续观看视频 您会找到答案 首先 前往tw.imiphone.com 下载iPhone Local Apple 并将其安装到您的电脑上 然后启动它 并选择解开萤幕密码方式 点击开始一继续 使用USB数据线 将iPad连接到电脑 然后 点击蓝色字体的链接 将您的装置置于复原和恢复模式 在这里点击下载 并验证韧体 验证成功后 点击开始解压进行解压缩 等待完成即可 在这里 点击开始解锁 进入解锁 输入六个零 以再次确认您同意解锁您的装置 点击解锁 在几分钟内 iPad萤幕锁定会被移除 现在您可以重新获得iPad的访问权限 并且可以设定新的锁屏密码使用 如果您想尝试此方法 请在书名中下载iPad iPhone LockoApple 您不仅可以使用LockoApple 解锁萤幕密码 还可以删除Apple ID 解开萤幕使用时间限制密码 和绕过MDM锁 此工具适用于所有iOS版本 包括最新的iOS15和所有iOS机型 不仅适用于iPad 还适用于iPhone和iPod Touch 好的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觉得对您有帮助 请给我们视频点赞并分享 不要忘记订阅哦 我们下次见